台北市警方4日宣布破获枪击案,通缉犯王楠在政治大学旁向弄开枪,王楠 遭待后称是因债务纠纷,警方起货改造枪、毒品、警训后移送检方侦办 图为王楠犯案枪支,警方提供中央社记者刘建邦传真 107年5月4日中央社记者刘建邦台北4日店政治大学周边向弄日前发生枪击案 辖区警局获报后调查,透过监视器掌握是毒品通缉犯50岁王姓男子开枪 昨天到其住处待人,王楠遭待后称因债务纠纷裁犯案,警训后依法送办 台北市警察局文山一分局今天召开破案记者会,侦查对长黄念生说,一日下午在政治大学 旁的指南路向弄内发生枪击案,接获民众报案后到常处理 并在路旁发现弹壳一枚 警方案发后组专案小组并调监视器,发现开枪犯贤是一名戴帽子与口罩的男子 男子持枪对空射击后就搭车逃逸 警方锁定车辆,循现查出毒品通缉犯50岁王楠涉案,并掌握王楠住在新北市西指区 警方前往埋伏时发现涉案汽车,持续在旁守后,埋伏远警昨天发现王楠独自徒步走到车旁时,立即上前盘查 王楠见警上前,迅速躲入车内,并准备驾车逃逸,但因前方的交通标示住挡住汽车,导致无法往前,坐在车内的王楠竟拔出腰 记得枪支准备反抗,远警发现立即上前压制并打落手枪,成功待人,当场起货改造手枪一把,子弹38发,海洛因一包 王楠警讯时工称,开枪动机是因和他人有债务纠纷,但却无法提供债务人身份 警讯后依违反枪炮谈要刀谢管制条例等最嫌把人移送检方侦办,编辑,如嘉颖,张明坤1070504